北京30万居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毛泽东庄严宣布 人民政府会 这样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在国歌省度 毛泽东恩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五十四门礼炮齐名二十八响 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本地政府 代表振华人民振华 代表振华人民振华 代表振华人民的唯一振华振华 安危 本社 人本福利 其互相宣战民族政策 奔放为自己 民族外贯政府 本政府 本委 律子 民族外贯华振华 接着 举行盛大阅兵式 朱德总司令检疫了海陆空军 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命令解放军 肃清残敌 解放全中国 朱德总司令检疫了海陆空军 livro 李宗盛 阅兵事后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 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 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